瞎说的 无鸡之谈 不是 小姑娘 你是不是可以下车了 我就问你 你为什么说我数字低下要慢慢提升 我只问这么一句话 我从头到尾只有这么一句话 你为什么说我数字低下要慢慢提升 因为你的脚摆在我的脚上的第一幕 我已经踏在梁小冲的腿上了 你第一时间就跟我讲小姑娘 对吧 你鞋子不应该放在坐垫上面 没有 你下车的时候跟我讲小姑娘 你的素质要慢慢一波波提升 你凭什么这么讲 你想 这个话我没说错 对吧 你说人的性 人的什么来叫品性 对吧 还是品质 要一波波提升 我从头到尾就说了一句话 没有骂过你去 你骂我多少句 你说 我已经撤回了 我已经说了 这个视频有50分钟了 没关系 50分钟就50分钟 我只问一句 我无所谓 人的品质也无所谓 你告诉我为什么 什么叫人的品质 一慢慢提升 你凭什么一上来就讲我的品质有问题 你说 好吧 你讲 你告诉我 你讲 你凭什么说我人的品质有问题 批判一个人的品质有问题 有多严重你知道吗 你给我讲凭什么 你说啊 凭什么 凭什么 就凭我的鞋子放在那个座垫上对吧 那你上车的第一时间为什么不告诉我 说小姑娘骑着冰 放在座垫上 你说 做一个插头实际 你说啊 你当然给我摆什么镜头 你跟我讲 为什么 凭什么 你说 以后你看开车没注意吗 不是 不是 一下车的时候 这个脚垫摆在座套上 我说小姑娘 我无理取闹 做到搞张了 凭什么说我 对吧 搞张了 你说要赔我钱 我说我不要你钱 你下次注意 人家宿舍要慢慢的提高 对吧 哦 ok 那你说我平均 我说那你觉得我脚放在座垫 有问题我赔你钱 我给那你凭什么说我平均 我这个是说了 不行吗 你说 我说了 不行吗 不要说 你到底什么意思啊 我什么说你无理取闹呢 我无理取闹 我无理取闹 他爸 我起了 你跟我说 哈喽师傅 你说 路板 路板 你说 你怎么说我平均有问题 师傅 我认真开车没看你 怎么了 问你呢 你什么意思啊 廖总 问你呢 你什么意思啊 别别别 别别 什么意思啊 廖总 走吧 师傅 你走 慢慢走 我 你有病啊 我有病 人家妈妈女朋友平均有问题 你说我有病 我平均没有问题 你说我有问题 我平均有问题吗 没有问题 你有问题啊 我有什么问题啊 你不要放下来 我鞋放在座列上 有多少人都没有说过我问题 对不对 他跟你说我 前天不可以放在座列上 怎么鞋不可以放在座列上 我理解 大家遇到 你就是我平均有问题 你平均吗 对吧 你说我平均有什么问题 之前你放了 是他自己没提醒 你现在提醒了 我平均有什么问题 我就问你这句话 我平均有什么问题 好了小姑娘 你可以下车了 你讲我平均有什么问题 你说吧 我平均有什么问题 之前没听得 你插头司机的问题 行了吧 现在有个急性人啊 你才是 廖总你说 他们你女朋友平均有问题吗 他说我平均有问题 你没有问题啊 你没有问题啊 那你是什么意思啊 你下车走啊 我不下车走 他说我平均有问题 我平均有问题 你不下车走 就是你的问题了 我叫不早 你跟我道歉 凭什么说我平均上的 就有问题 如果你上来一说 找不到 鞋子都可以放在桌上 我可以容忍 但你上来就说 是什么平均有问题 凭什么 你说 这个你自己来说 我就是说你长辈 我啊 我就说了一声 你就是说我平均有问题 我就说了一声 人的宿舍也慢慢提高 我这不是这个问题 你上来跟我讲了吗 鞋子都可以放在桌上 你说了吗 鞋子都可以放在桌上 你说了吗 鞋子都可以放在桌上 你说了吗 你没说 对吗 你没说 你凭什么上来 你说我平均有问题 承克虚实读一读 你说 凭什么 问你问题 凭什么说我自己有问题 我什么问你问题 承克虚实读一读 读吧 你读你读你 你现在给我读料 你读有吗 气死我了 有脚痛在桌上 别去不开门看 你读不动 我 Apollo 作误 你读不动 你读不动 读不动